各位同学大家好,欢迎来到新帝中文教室,我是新帝老师。 大家在学习中文的同时,也要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化。 所以,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中国人的传统风俗习惯。 压岁钱的来历 春节拜年时,长辈要事先准备好压岁钱分给晚辈,晚辈得到压岁钱后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岁了。 最早的压岁钱出现于汉代,又叫压盛钱,但此钱币并不在世面上流通,而是为佩戴碗赏而铸成钱币形状的避邪品。 钱币表面著有万岁千秋、去秧楚雄等吉祥话。 关于压岁钱的来历有两种说法,一种认为是为了保护小孩, 相传年三十晚上,一种叫做碎的小妖会伤害小孩。 所以人们就发明了压岁钱来保护孩子不被伤害。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,每到除夕夜,各家各户都会让孩子用盘装上国品食物互相赠送,这就是压岁盘。 后来压岁钱取代了压岁盘,也就有了现在除夕夜给压岁钱的习俗。 除夕夜发压岁钱,晚辈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包,更是长辈对晚辈美好的祝愿。 Metal Gear clique民们得到先儿了. 組 fund 销